呛呛三圆形 王萌老师 咱们在国内待的多 咱们这有个扎建英老师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观 因为你每年一半在美国 一半在中国 这种生活状态很有意思 对吧 所以最近他就带了一篇 纽约时报上的文章 回来给我们当话题 而且这个话题 还真的是他这个女权 你算女权主义 你不算 我算我算 我应该问你 女权的定义就是说男女平等或者平权 在这个意义上 你相信这个都是女权主义 我问你文涛你是女权 女权主义吗 我肯定不是 你认为这两个是不平等的 我不是说从体力上 当然你们劲儿大 我说的是权力上的平等 这是女权的基本的定义 说实在的 我这个嘴上说是的 但是我可能内心深处 还是不太相信的 这没关系 没关系 那这真不是女权 比如说我觉得王老师 我觉得他也是女权主义者 五四时期的很多的大男人 其实都是女权主义者 在这个意义上 在这个基本意义上 但是我知道一句话 就是说至少欧洲文明上讲 就说文明的每一次高潮期 就是发展的特别好的时代 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男人对妇女的尊重 对 这个说是一个研究欧洲艺术史的专家 就讲这么一句话 他说比如说18世纪 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学派 那个时候贵妇人组织的沙龙 他就说每一次好像还有 像11 12世纪时候的罗马一样 就说每一次文明的繁盛期 往往伴随着男人对女人的 这种尊重乃至于平等 因为这说的真好 对 你套到中国眼前 就我刚才说的五四 就是他这以对妇女的解放 当然也是跟西方 其实比如说妇女缠足这件事 其实你要研究到最开始是怎么 突然一下在好像几十年内 就把这将近九百年 一千年的习俗给废掉了 也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 欧美的到中国来 然后被一批像梁启超 他们这样的中国的男性的精英 先接受 然后认为这是一个 逐渐认为这是一个耻辱 甚至是一个国耻 然后再开始推动反对禅足 把这个